回到香港了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谈谈 我们昨天在伦敦的时候 给大家开始介绍的这本帝国 作者就是尼尔·弗格森 现在在哈佛大学的历史系任教 那么他现在可是个红人 那么常常主持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 而那些电视节目的讲稿 又都会被他改写扩编成为一本 又一本的畅销书 然后这些畅销书 现在正在有系统的逐步引进中国 那么很多读者都看他的书 而且我注意到很多书评人 也都注意到了 我这两天在给大家谈的这本帝国 觉得他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对今天的历史的一个新的认知 那么这个新的认知 到底是什么样的认知 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我明天才给大家说 但今天先让我回到这本书 里面一些很重要的内容 假如你不是太了解 大英帝国的历史的话 那么这本书的确可以是当成一个起点的 比如说他把整个英国帝国历史的成长 分成几种不同的人物的故事 其中一种很重要的人物 那当然就是海盗 我们要了解今天英国足以制豪的 这个皇家海军 那么现在当然不能制豪了 对不对 他们最后一艘航母都已经退役了 那么但是让他们曾经扬名欺海的 这个皇家海军的前身是什么呢 这可能很多的角度 就是一群海盗 就是一群海盗 那么当年海上的霸权是西班牙 那么他们打不过西班牙 那怎么办呢 就不断的那么放任很多海盗 去侵扰这些西班牙的舰队 那那些海盗到底是不是忠心于英国呢 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因为他们要去打劫西班牙殖民地 或者打劫西班牙船只的或者商船的 其中一个理由呢 并不是要为了英国争取光荣 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牟利 那么福克森在这里就谈到了 这种武装名船跟海盗传统的英国的风格呢 就能够说明英国殖民帝国 他为什么成功的理由之一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跟他跟西班牙葡萄牙 跟法国不一样 这些国家走的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度 但英国我们不要忘了 他很早就开始有议会民主 那么有议会民主制的一个国家呢 王权相对比较弱 那王权比较弱的时候 谁强大呢 议会强大 议会里面选出来的人是什么人呢 那时候不是全民普选吗 被选出来的 还有有选举权的 都是一群这个国家里面 比较占上流社会 经济来源比较丰富的 这些既得利益阶层 这些既得利益阶层 可以为了个人的私利 而操纵国策 那这个国策 如果是扩张的话 那么当然这个扩张所得的利益 包括像这些海盗赚回来的钱 就是大家分的 也就是说大英帝国的扩张 他得回来的好处 并不会全部都到了国王的手中 而是分给了很多不同海外扩张 有份参与冒险的人 那么这些人都有好处 所以这些人就更有动力 想要扩张 也更有动力 想要维持跟巩固 他们扩张回来的成果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了解 英国人 他的整个扩张的过程里面 除了海盗 除了这些人的自私的因素 除了某种程度的 因为王权比较衰弱 所以反而使得帝国调诡的成长 这些原因之外 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都筹悉的 金融制度的成长 英国司法荷兰 那么有一个股市的交易 然后也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银行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 使得他能够透过大量的民间融资 来获取他需要的一些的海外扩张 甚至战争的资本 比如说这边就说到 英国之所以能取得海上霸权 是因为英国比起当时刚才进入法国 有个关键的优势 什么都是借贷的能力 英国三分一的战争经费 不是国家直接拿出来 而是通过融资获得的 那么融资 你想想看这什么概念 就等于我们国家 现在要去打人了 要跟人打仗 来大家看看愿不愿意投资 这是要投资 就等于你买国债或者战争债 你买这个债 你预期他能够成长 预期他能够有回报 就等于你预期国家是能够打赢的 那么国家果然能打赢的时候 大家都发财 然后这个钱就越滚越大 那国家用来打仗的这个能力 军力成长 那当然也就更可观 他战胜的机会也就更多了 对不对 那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这样的扩张的成本 国家债务的利息 实际上是由英国的贫困家庭负担的 谁收取这笔利息呢 那就是少数精英阶层 主要是英国南部一些债权人 约有20万个家庭 那么因为当时除了这种集资之外 大家还要交税啊 支付国家这个不断成长的开支 要交的税包括烈酒 红酒 丝绸 烟草 啤酒 蜡烛 肥皂 淀粉 皮革 窗户 房屋 马跟车 这些税 那么最后都转嫁到了一般的消费者身上 所以问题就来了 明明在18世纪的时候 英国一般老百姓 他的税负要比法国重得多 不公平得多 那为什么革命是发生在法国 而不是发生在英国呢 这是英国史上的一个谜题之一 这个谜题牵涉到的问题 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谈 就是英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法国那样的革命 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其他国家的革命呢 明明他也很不公平 那另一个谜题是什么呢 就是牵涉到美国的问题了 美国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说美国独立战争吗 美国争取独立自由 可是你想想看 到了17世纪70年代 北美洲的英格兰的殖民地 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那里的人均收入跟英国本土持平 分配比英国更平均 与远在家乡的英格兰相比 新英格兰人的农装更大 家族更大 受教育程度也更高 更关键的是 他们支付的税更少 这么多的好处 为什么率先起来反抗英国的 不是亚买加的奴隶 而是北美洲这些想尽好处 日子几乎过得比英格兰本土的老乡们 还要好的 这些后来我们叫做美国人的 这些美洲殖民地的臣民呢 理由之一在哪里呢 就在于这些人 他们比较有权利意识 他们觉得我们有交税给伦敦 但是我们在议会 没有足够的代表权 那为什么这种权利意识 又没有在别的殖民地发展起来呢 这就跟英国的一个海外扩张的 一个模式有很大的关系了 英国是这样的 它我们知道后来一种自治领制度 这种所谓自治领 就你有个相应自主的一个独立的政府 像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这样 那么你可以看得到 英国其实是有种族主义的歧视的 他认为他所有白人子民建立起来的社会 都是很好的社会 允许他们发展一个自治的地方模式 允许他们有一个公民社会 相反的对着亚买加那些地方 他的统治可就不是让你那么自由自主 给你什么天赋人权 因此也就不奇怪 享有比较大的自治权的 有比较好的公民意识的美洲殖民地 就更容易起来首先脱离英帝国